我就是保存這個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講的這個就是價值 那當然那個世界遺產就是有傑出的普世價值很厲害嘛 那沒關係啊 我說我就保存國定5G價值 也可以Value Value Value 那這個保存價值 那價值是什麼東西 不是你說我說他說 一定要有很好的價值 這個價值是OK的 所以是什麼東西呢 你到底是什麼價值 你這個價值是真的 跟環境跟整體有沒有關係 以及你價值有沒有很好的保護跟管理 也就是說啦 不是說你是一個超級天才投手 很有價值對不對 你這個真的是很厲害的嗎 你的厲害跟人家比較是不是真的 以及你的培養 你的得志體群是不是都有堅固 你的管理維護等等 不是只有單一 他講的是一個全部 各位了解老師的意思吧 他是一個全部 所以這個價值還有三個 他去圖這個平台 三支重要的角 來看 這個是 這個圖都是聯合國的圖 所以我們常常看 各位就去思考這個問題嘛 剛剛這位小姐在講說 保存古蹟 古蹟的建築 我說不太對 或只是這樣 我是保存它的價值 古蹟的房子就像我 萬一我已經變植物人了 我還不是 我是不是還是長這個樣子 一個廟裡頭沒有神明 建築還是在那裡 但沒有神明怎麼樣 味道不對了嘛 對不對 定進堂 就在這間對不對 裡頭的沒有這些家具 這個味道怎麼樣 就減太多了 各位知道這家具都是民國75年 我們仿製的嗎 我們是軍區那個商品 有的去給他們後台 休台 有的拿去那裡 有的拿去那裡 去他們台灣那裡 說那間古蹟不要拿來 我去 這個我女兒 這個我做 去台客請財務的房子 拿回來擺在這裡 至少有這個家具 家具是活動的 房子是整體的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那個空間的氣氛 就比較好嘛 是不是 所以廟裡面要有菩薩 剛剛這位小姐講到 那個神主牌 神主牌多少錢 廣州現在買一個五千 對吧 比你家的電腦 比你家的冰箱 電視都還要便宜 但是你為什麼要先救它 有價值嘛 是不是 所以價值有有形的 有無形的價值 抽象的跟具體的 所以有什麼價值 是什麼價值 價值在哪裡 怎麼指認評估 以及講到房財 價值有受到什麼威脅 以及怎麼去保存維護 這個就是我們要保存的東西 什麼叫做威脅 有人戴口罩 你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天氣冷會感冒 還是最近A型流感 最近A型流感